大夏天的周末 也只能带着导盲犬躲在空调间里 瞧 它现在彻底也离不开空调了 岁数太大了 没法和年纪轻的时候 对比了 于是有朋友问 上海有多少只导盲犬在服役 你们互相认识吗 会不会交流有关于导盲犬的相关话题呢 我这位朋友属于好奇宝宝 那我就一一地回答一下 现在上海有多少只导盲犬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格格 三岁的时候 已经有四十几条导盲犬 正在服役 至于交流 现在没有了 之前有一个比较热心的使用者 他也是盲人 但是能力也是挺强的 借用答谢训导员老师和使用全知的情况 和老师分享这个名义来约饭 老的使用者和新的使用者的交流 这样的平台就这么搭出来了 我本人是挺受益的 谁叫那个时候格格不太乖呢 对于刚刚上手的新使用者来说 尤其是群盲 他还是相对的比较害怕的 除了训导员老师的指点 更重要的就是 有相同同伴的分享经历 助力 会让这位使用者在使用导盲犬的时候 害怕程度会降低的很多 我真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好好的搞下去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活动就戛然而止了 当然疫情是一方面的原因 我只能在这里祝愿新的使用者能够安全的 不要害怕的使用好自己的导盲犬 看到这次的狗粮 就让我想起格格的大便 吃什么颜色的狗粮 他拉出的粑粑 就是和这个狗粮对号入座 我不知道这个症状算不算正常 万能的网友如果有知道的话 可以私信我一下吗 像我们格格这把岁数 是不是应该要吃属于老年犬的狗粮呢 这一阵子 它的大便呢 也不是特别的正常 太软了 但是又不是拉肚子的那种情况 是不是狗狗上了一定的岁数 对于狗粮也要对号入座的吃呢 哎呀 这个狗子真的像小孩一样的 青壮年的时候怕他闯祸 等到他一定岁数了 又怕他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的吃饭速度依然还是这么的神速 人家说夏天 胃口应该是相对比较差一点 毛孩应该也是这样子和人一样的嘛 但是我们家情况和人家相反 胃口好得一塌糊涂 除了大便不是特别的正常 他这个胃口是不分季节的 好得一塌糊涂 目前就先观察 问题不大 那就最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 到时候再说 想当年在推广 导盲犬活动的时候 有几个赞助商的狗粮 真的超伟丽 那几款狗粮 真的很适合我们哥哥 现在因为要自己掏腰包了嘛 一方面价格也是比较贵 还有国内呢 可能现在比较难买到吧 哥哥的饮食 我现在也是格外的注意 一有风吹草动 我就比谁都要急 经历过和老狗一起生活的人 应该都懂 哈哈 今天的视频交流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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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